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见上帝非常非常的在意 一个事情是不是光明磊落 那么同时在英国这一端 我们戒二连三的胜利 已经预言了一件事情 就是蔡英文 你的犯罪集团照不住了 待会我会做一些外交上的一些解读 我们了解了一下 为什么刚开始在两年多前 英国这一端 对于我们的案子 一直采取各种各样的阻挠 而现在开始如乙穴溃蹄般的 这个马上就是树倒狐身散 这有他的外交上的理由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我想首先在国内的部分 当然还是纷纷扰扰在谈选举 对不对 那选举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选前 尤其是我们这种媒体人 尔虞我诈啦 或者是这种奇奇怪怪飞短流长啦 或者是这种借刀杀人呢 很多啦 这种事情 我在公共领域 从主持政经现实批到现在七八年了 什么样的栽赃抹黑 抹红 抹金 抹绿 抹黑 抹蓝 我们真的都经历过了 所以我会比较淡然的看这件事情 那我被卷入什么赖清德 跟我们密谋来弄论文门 这件事情我有点不想解释啦 因为我觉得越描越黑啦 就是我越说没有 蔡英文犯罪集团就越会认为说有 那就是有 对不对 我们越解释说没有 那些要黑我们的就越会去我们 从我们讲话的这个语病上面去挑我们的毛病 所以这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啦 今天认识我的人就认识我 我不认识我的我根本不在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吗 我想在我们台湾的媒体界大家都知道彭文正是什么样的人啦 一来我不应酬 二来我根本没有把政治人物看在眼里好吗 我是个对我们的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我很谦卑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政治人物我是没有几个瞧得起的 我必须说实话 台湾的政治人物听好 彭文正是一个无才无德 智商57 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家里出身汗围的小老百姓喔 可是他从小到大就笃信孟子的话说 睡大人则秒之物是其唯唯然啊 在彭文正的心中啊 他只有一件事情是无比的骄傲 就是他瞧不起政治人物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有话歌的描述的场景对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不要说叫我去你家跟你这个密伤了还跑到万里了 我还万里无云了 你叫我跟你吃一顿饭没有可能的 我是说真的 如果第一个我跟你不熟我绝不会吃饭 什么都一样鲍鱼鱼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奇怪的地方 只要我跟你不认识我绝不会吃你的饭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要嘛跟谁见面 都是很多人见面 我绝不干那个偷偷摸摸私底下的事 第三不要说去跟赖清德报告了 他到我家来我还不要了 我这一辈子啊 私底下跟两个人见过面 一个就是我讲过了 柯建民 柯建民为了说服我出征代表民进党 那时候还没有林志坚 去选新竹市长的时候 他是三顾茅庐真的是三顾三次到我这个复兴南路的家 到我家的豪宅 好豪宅 我想柯建民到了我家应该眉头一皱一皱 说哎 这个兄弟要怎么选举啦 好这种这么穷的人要怎么选举 可是他没有讲第二句话 他说选举的经费他负责 三顾茅庐到我家来 是他来找我好吗 唯一的一次 是我到民进党中央党部 因为蔡英文找我 我想说哎呀算了啦 人家给个人面子嘛 而且约在公开的场合 除此之外 政治人物 不是老朋友哦 我想老朋友那没话讲吗 我说韩国瑜 哎二十几岁的朋友还去过他家好多次 那你能说人家这个落魄了在当这个北农的总经理在卖菜 找我说哎文正小老弟大家好久没见见见个面 我说nonnonnon我不认识你你是卖菜的 我不会干这种事嘛对不对 韩国瑜正在最风光的时候跟他没有见过半吃面 他落选了有一次到台北来 那 当居中的一个朋友约我们见了个面在我家巷口的附近吃了个饭 吃了个便饭 三十年的老朋友 人家没选上被罢免了落魄了 见个面 我说nonnonono你是政治人我瞧不起你 做人不是这样做的啦 至于带着目的来的什么叫我去瞧论文门 讨论论文门我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但是我要讲句话说 那为什么不去告张有话我没什么好告的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无伤啊 对不对 唯一的伤就是说哎 林环强教授是这整个案子啊 在2019年 第一个身先士族身体力行去查论文门案子的人 2015年2016年在论坛上曾经有人提起过 我说过嘛在摄影棚曾经有人跟我讲过 但这些人是仅止于捕风捉影 真正付诸行动去调查的 而且这么辛苦的调查 写一份像学术报告这样的调查人是林环强 第二个呢就是赫德芬老师开了个记者会 我明明抢场算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我不知道 但我这不重要了 这对我来讲我第850个也不重要 这个一点重要都没有 重点是我们大家合作 把这个事关台湾公平正义价值的问题一起把它给谈在阳光下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你没事没事说什么 我去跟赖清德共商大计 我也不会生气啦 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去跟赖清德讨论什么光电产业要怎么分配啊 对不对 我不是跟他讨论说小云到底有没有空啊 我也不是跟他去谈什么哎大家来A钱啊 对这没有什么 这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说啦 在光明正大事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嘛 我再讲一遍嘛 我跟赖清德在摄影棚专访他我印象中是两次 走出摄影棚没有见过任何一次面 一共通过一通电话是他打给我 因为我去台南参加汪笨湖的丧礼 他坐在上面台南市长看到我 我前脚离开没多久他后脚就打电话到我的手机 跟我说文正啊到台南怎么不打声招呼 那个时候是我最红的时候 那就这样子了那起码是七八年前的事情 至于有话歌 我觉得我对于那个坦白讲我说真的 我有一种我有一种民主情节 我对早期一二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那种 敢设敢这个涉入党外 或者是像贺老师这些敢在台湾社会发言 而且是这个这个一事之恶恶这种这种人 我从头到尾我只有敬佩 所以为什么我对一些党外的前辈到今天 他们可能对我还是很不谅解 因为我为什么不支持蔡英文 为什么不支持赖清德 但我绝口不出而言 因为我对你们当时在年轻的时候 为台湾的民主所贡献的 我终身感激 包括陈菊在内 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为台湾民主坐过牢 这件事情我说一马归一马 好但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晚年 就如同柯文哲说的 你不能因为台湾早期对民主有贡献 你就可以这一辈子到老就可以胡作非为 所以一马归一马 那有话哥是少数在媒体当中 在党外时期还没有民进党的时候 就投身反对运动的媒体人 这种人我不管你红的白的绿的黑的我尊敬 所以有话哥对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没有坑一句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体谅一个媒体人 而且我几乎不告 我这个人我的我的立场是这样子了 我对媒体人我有一句话要讲 就是媒体何苦为难媒体 我对媒体是不遗余力的能挺我一定挺 所以中天以前是照三餐消遣我 他被关台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 因为我认为 宁可有媒体而无政府 不能够有政府而无媒体 这是美国的开国原训 Thomas Jefferson 的名言 所以我对媒体人 我是多很多的忍耐了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我说的包容之外 我有谅解 因为我自己也是 我们难免会说话夸张一点 而且我们难免会捕风捉影 可是我再做一次总结 我就不再谈这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无伤大雅了 重点不在于 谁跟谁密谋了什么跟什么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重点在论文门这件事情 全民都应该密谋 全民都应该来追才是重点 但是我做个总结 为非短流长的事情做一个注脚 我跟赖清德私下没有见过面 我跟有话哥离开摄影棚没有见过面 而且我跟他至少三四年没有见过面了 没有通过电话 没有任何形式的往来 这样够清楚了吧 好 进段广告我们要来谈一谈 就是有关于这两天在英国端一连串重大的胜利 那在最近广告之前呢 跟大家呢这个卖卖恶观的书 恶观书呢 恶观二的书 我们现在在台湾跟在美国也都在热销当中 在Google的排行榜已经是新书排行榜的第一名 你看一个没有主流媒体推的一本书 一个很艰涩的司法实录 一个没有什么华众取宠的这个行销 一个没有人敢推销的书 竟然可以畅销 各位就可以知道台湾其实还是公道在人心的 另外我们推出的这个Pico山 我们今年做的是T-shirt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Pico山上的T-shirt的那一个画 是我的女儿11岁的Serafina她自己画的 她把她最喜欢的Pico这只狗呢 把她拟人画画了这个画 那这个T-shirt呢 是料子非常好的纯棉的T-shirt 那所以大家呢 可以本着爱护 震惊关不了的这样的心情呢 有约的订购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出版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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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漏 ShimanoGhos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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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大事 那我们昨天前天就是 讲得太开心了 所以很多东西没有把细节 描述得非常清楚 今天来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呢 彻头彻尾的讲清楚 连续从8月8号开始 连续两天 我们取得重大的胜利 第1个就是 Michael Richardson呢 揭露了他所獨家取得的 一個調查的電子郵件的內容 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這應該是在法庭當中 被揭露的公開資訊 因為Michael Richardson 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 他很多東西沒有到完全成熟 他不會透露口風 而且他即便完全成熟了 他的潛詞用字都非常的中性 所以我相信 他取得的電子郵件的內容 是來自法庭的證詞 好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英國倫敦大學跟倫敦政經學 我們把它當成一體好了 因為他們後來勾串在一起 英國的大英圖書館 另外另外一方呢 就是英國的ICO資訊委員會 還有台灣的總統府 這四方在直接跟間接的電子郵件通訊中 明明白白的了解 這個不是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而且他們用偷渡的方式 還把偷渡的管道 怎麼樣在台灣取得國圖的電子簽章號 然後把電子簽章號把它平移到英國 然後讓英國用這個方法來承認 然後收入這本論文 整個過程鉅細靡翼的對話 而且他們一度想要跳船 想要切割 還說我們不要承認這是一本正式的論文 將來免得有法律責任 互相的踢皮球 最後幾經協調之後 還說這個人現在當選總統了 我們可以要考慮一下 最後還說 那我們來想辦法弄一個Win-Win Situation 來弄個雙贏的局面 這裡面的所有對話都被我們揭露下來了 這個對話有什麼意義呢 我就這麼坦白說張詠惠你趕快自首吧 因為這個對話當中恰恰說明了一件事情 現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東西都不是蔡英文的論文 請問你我們確認論文不存在之訴 你憑什麼判我們敗訴呢 所以張詠惠我告訴你了 你完蛋了 你不是只有你的法官生涯完蛋了 你在台灣在司法界將來要轉任律師 你會沒有臉在台灣在做任何任何的騎棄 你在台灣已經沒有機會了 我必須跟你說實話 而且宇宙真心學員同學包括我在內 我一定追殺到底 我毫無考慮20年 我絕對討回這個公道 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聖經上真言說原諒別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我知道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如果這是個人的恩怨 沒有關係算了 如果這件事情牽涉到一個國家機器 一個司法 如果我不挺身而出 那就是對好人仁慈 就是對壞人仁慈 就是對好人殘忍 所以不管怎麼樣如公如私 我們必須要對好人要必須要仁慈 對壞人就是以直抱怨即可 所以這件事情很清楚 我希望這些惡官看到了我們來自海外的判決 跟相關的內容 你趕快悔悟吧 你趕快用各種方式發表聲明 透過司法院 透過法院的記者會向社會大眾道歉 因為你們的誤判 造成了台灣民主史上最大最大的恥辱 我的話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還會有排山倒海的證據 會讓你們這些人羞愧的無地自容 同時也包括那些袖手旁觀 或者是原本你根本就掌握了權柄 你可以來涉入 來了解這件事情 卻裝得清高 完全不碰的人 你們是同樣的戰犯 好我們接下來要來看看 在英國端Michael Richardson 取得的電子郵件的內容 他其實透露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這整個局勢總統府在操弄的 第二個 英國倫敦大學跟英國倫敦政經學員 是因為政治的因素 或者是金錢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是確定的 因為在電子郵件中有講到 金錢的因素是不會笨到寫在電子郵件中的 所以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我們就不能多說 那麼同時 政治的因素介入之後 他們怎麼樣去洗地板 怎麼樣的去把這件事情 給他合理化 製造一個什麼樣的偽證 或者一個取巧的方式 讓他可以變成一個能夠說服大家的說詞 在這個對話當中 鉅細靡遺的呈現 中間還暴露了犯罪者的心態 他們一度想要跳船 要怎麼樣才能全身而退 都在裡面寫得詳詳細細 好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會談的就是 在英國我們的高等行政法院目的取得第三勝 這個第三勝的內容到底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而這背後代表了英國 現在跟蔡英文之間的合作關係 出現了裂痕嗎 這都是我們要討論的話題 好我們接下來就來先看看 在英國端 昨天英國的行政法院取得的第三勝 而這個第三勝 他的重點 我今天用中英文把它標示出來 我就不講Michael Richardson 的整篇文章 因為這個部分講過了 我再一次強調 而且我進一步的解讀 這代表什麼意思 好 這份法庭的文件 是英國的Tribunal Court Decision 那就是法庭的裁定或者判決 Decision 是可以把它視為判決或裁定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談勝訴或敗訴 所以這是法院的一個命令或者裁定 那這個Cord Decision 已經上了網 所以它是一個公開資訊 這裡面落落腸各位看的會很辛苦 但是我把最重要的幾段摘出來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們去做一個弦外之音的解讀 首先在這個Cord Decision 上面是這麼說的 他說法庭同意倫敦大學作為第二被告 這件事情是一個有意義的建議 因為法庭發現沒有辦法以任何明確的準確性 或者是根本沒有辦法確立所有重要事實如何確立 就是說一定要把倫敦大學作為第二被告 才能夠確立這些重要事項 你知道英文的文法就是有點拗口 他們喜歡用反裝句再反裝句 好 這是文法 學linguistic 的人都知道 這跟民族性有關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怎麼翻譯成中文 I hereby join the public authority here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s a second respondent And direct that an oral hearing will take place To provide the tribunal Homina is a tribunal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and reasons Through such comprehensive submissions as are required In order to properly determine the facts of what is said to b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quest the subject of the appeal and precisely what information is or is not held by the public authority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就是要讓倫敦大學成為第二個被告 而且他說 他說我在這邊特別特別加入了一個 他說I hereby join the public authority 所以我特別在這邊加入或者是以一個公共的權威的方式來說 倫敦大學 就說我代表一個有權柄的公共權威 我們要要求倫敦大學作為第二被告 好 來 你看看這句話是很有趣的 他叫做 他說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s a second respondent and direct that 他說作為一個第二被告 and direct that 就是我們指示他要有一個口頭的公聽會 你知道就有一些1450817在網路上說 你不要誤導觀眾 在英國美國做公聽會是很正常的事 對 我同意 問題是 英國倫敦大學作為被告是很常見的事嗎 英國倫敦大學作為一個行政法庭的被告 這是天大的事 各位可以去看看 美國的大學 成立 而且這被告不是說我告他 我花錢告他 那誰都可以告 對不對 我還可以花錢告川普 也可以告拜登 問題是你不會成立 現在不是成立不成立的問題 現在是美國 現在是英國的法院 直接把倫敦大學列為被告 大家注意了 聽好 英國的行政法院 把倫敦大學 直接列為第二的共同被告 再還有話要講嗎 請問各位還有話講嗎 今天我去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結果法院說 把拜登一起列入共同被告 你覺得他是因為抽籤抽中拜登嗎 所以 英國倫敦大學 在沒有我們提告的情況之下 主動的 英國的地方法 的行政法院 主動把英國倫敦大學列為共同被告 因為當時我們 Michael Richardson 他只告了ICO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Office 認為他掩蓋了這件事情 而且說我們無力取鬧 所以就提告了行政訴訟 這個行政訴訟 法官一看 告得有理 不然的話就駁回嘛 就像台灣的惡官一樣駁回嘛 我說 我不知道台灣的司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在英國的行政法庭 民刑事還沒有開告 我們先用最低成本的行政法庭 先來蒐集資料 行政法庭我們告了五個案子 三個贏 一個輸 輸的理由就是這是個人隱私 沒有辦法揭露 剩下第五個案子 現在還正在答辯進行當中 所以我要說什麼 四個案子 贏了三個 打擊率是七成五 台灣的案子呢 包括了行政法院 民事訴訟 行政訴訟 包括了駁回在意二審 裁定 我們一共 敗了十四場 只贏了1.5場 我們只贏了1.5場 嚴格講起來只贏了一場 就是黃明發 周美雲 林鄭佑 高等法院的法官判我們 直接判我們勝訴 要求發為更審 可是沒有用啊 發為更審 又被張詠惠同一個人給吃掉了 那我們告張詠惠也被沒收了 好 我們在英國是三勝一敗 在台灣是十四敗一勝 請問同樣一個論文門 同樣一組事實 台灣的法院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了 沒有關係 天將將大任於私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勞其筋骨 惡其體肤 空乏其身 心腹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 爭議其所不能 張靜律師 因為罵法官混蛋被起訴了 沒關係 張靜律師很開心 求仁得仁 所以我說大家其實應該要把你家的一票 政黨票投給司法改革黨 這些願意為理念犧牲 為一位公共利益付出代價的人 真的應該被大家鼓勵 大家好不好支持我這麼說法的人請加一好嗎 因為很簡單 張靜律師去罵法官幹什麼 律師費收到就好了 輸也沒關係 贏也沒關係 他幹嘛去罵法官 幹嘛出來做這些對抗法官的事 這對他有什麼好處 而且法官連成一氣 將來他可能案子不容易接 這對他有什麼好處 這個地方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一個人有沒有使命感 就在這裡 這比起台灣很多立法委員 我昨天點名陳以信 因為他是倫敦大學的博士 點名這些人 還有包括一些政大的博士 或者當過蔡英文的學生的人 你們是有權柄 有能力 有位分來追查這件事情的人 你們反而當作沒事 像張靜這種 根本跟他沒有關係 對不對 公卿變始祖 始祖變苦祖 這樣的人才是真正對台灣社會 有報復有理想的人不是嗎 認同我說法的人請加一好嗎 我們看有多少人加一 這對張靜律師來講 也會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好我們剛剛講到 在英國這一端 好 那目前三勝一負 這些案子很簡單 英國倫敦大學被列為被告 這件事情還不夠大嗎 還還不夠大嗎 是不是被我們列為被告 是被英國的行政法院列為被告 而且還沒完呢 我們仔細往下看 他說呢 我特別加入這個公共 以這個公共的public authority 以這個公共的權威 好權柄 說明倫敦大學要作為第二被告 要求倫敦大學 而且將會發起一個公共的公聽會 通過所需要提供全面的提供各種各樣的資訊 或materials給法庭作為充分的理由跟證據 以便確定這整個請求的範圍 還有一些主題 還有公共當局掌握著 或者是沒有掌握哪些訊息 所以我把它畫成白話文 這件事情涉及的是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嗎 你覺得他在衡量的政治考量 Win-Win situation之後 他還做這樣的決定表示什麼呢 表示他只是開個庭好玩嗎 劃眾取寵一下嗎 而且這件事情他用了全面揭開 拿出證據到法庭上的這一個字 他用了一個全面的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submissions 用這個字眼來告訴所有人說 這件事情要徹頭徹尾的調查 這件事情還是小事嗎 再來我們來看看 下面一句怕你沒有聽清楚 所以在他的decision core decision 當中又加了一句 the second correspondent the second respondent is directed to supply the tribunal and parties with detailed written submissions witness statements documents and etc 這句話很有趣了 the second respondent 這個第二被告 is directed 就是被被告 這第二個被告 被我們指示 要提供tribunal and the parties 要提供給行政法庭 而且要提供給雙方的兩兆 要求第二被告倫敦大學 你聽好 他說direct to supply 就是我要指示你去提供這些東西 還有怎麼做呢 他說with detailed written submissions 就是你要給他這個詳細的 手寫的這方面的內容 書寫的內容 witness statements 證人的陳述 這個就有趣了 到頭來我們打這個官司 我們叫蔡英文當證人吧 對不對 我們來挑戰一下嘛 看看英國的司法 是不是看到中華民國總統會轉彎嗎 我們會跟Michael Richardson 商量 真的啊 證人的陳述 因為這整個過程到底是誰指使的 我們不是在郵件當中說了嗎 他的論文電子檔 都是從總統府渡進去的 那休業規定是誰拿走的呢 是誰指示的呢 那不傳蔡英文傳誰呢 這不是很有趣嗎 再來 而且你知道在國外 任何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管你是皇帝也好 武則天也好 乞丐也好 你都要去當政人 不像台灣 史上總統傳被當政人 好像只有陳水扁 其他的人呢 根本就直接跳過 接下來 他說 Witness statements and documents 所有的證據 我們一樣一樣都要 所以這整個案件 不是像8171450說的這樣子 交外的逗幣 沒有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 事情太條了啦 這事情大條了 因為要全面展開調查 透過公聽會的方式 把倫敦大學加入成為第二被告 即日之內開公聽會 有同學們跟我們說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轉播 我相信公聽會的內容應該是 既然是Public hearing 應該是公佈的 這個公佈的訊息 我們絕對會想盡辦法 這個Public hearing呢 實況轉播給全台灣熱愛 公平正義的朋友們 國安局要看也可以啦 1450817要看也都可以歡迎啦 萬一有任何的不可能直接取得 我們也可以用事後錄影播出 或者是轉述的方式 我們絕對會把公聽會攤在陽光下 所以這件事情在近期之內 會有重大的突破 英國倫敦大學啊 你們要躲到哪裡去 其實四年前 我就給英國倫敦大學發過律師函 已經花掉了我們將近很難算了 因為來來回回跨了兩年多 花了大概基本上差不多 15萬到20萬英鎊 那個時候的英鎊 反正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錢 當時英國倫敦大學姿態多高 老同學都知道 他那時候他聘了全英國 第二大的律師事務所跟我們對 我當時一看不行 我們的財力有限 這樣玩下去玩不過他 所以我們就改從 我們就把這個案子先hold住 從台灣的法庭著手 當然在台灣的法庭到處碰壁嘛 這確實是這樣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兩邊來回的收集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用最少的資源打最大的官司 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你們應該以我們自己感到驕傲 你看我們手無寸鐵 我們沒有財團 我們沒有什麼大戶 我們就是靠著這些宇宙政經學院同學們 這個多多少少的捐款 然後給我們賣衣服賣柚子賣書 來撐著這個節目 在撐著這個我們在海外的所有的訴訟費用 結果我們撂倒了一個英國倫敦大學 也撂倒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四軍統帥 還撂倒了一個英國的資訊特任官辦公室 很快的這些事情都會出現在媒體的頭條 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總統 downstream 總統所有的資訊 總統 總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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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可以解读它字面上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去了解它字面背后 我们的总统府花了多少的精神 花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恶劣的手段 去指路为马 而且去操控了英国伦敦这一端 他们就成为共犯集团的一员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电子邮件的内容 这个电子邮件内容是牵涉到四方人马 一个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公关经理叫做 Dan O'Connor 第二个是伦敦政经学院的资讯服务经理 图书馆的就是inquiry manager 就是你要去询问的时候 那个经理叫做Clive Wilson 还有大英图书馆的馆长Rolly Kidding 还有台湾的总统府 这四方的对话我现在一个一个把它摘出来 而且我们做这个玄外之音的判读 第一个在2019年的9月25号 伦敦政经学院的资讯服务经理Clive Wilson 我们就叫他Wilson 威尔逊先生呢 他向英国国家图书馆 也就是英国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 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内容是什么 我就讲中文好了 英文的部分 我重要的单字再告诉大家 明天大家就是会睡着 他说我想 他问英国的大英图书馆说 如果你们有这本论文 我们在四年前找的时候 就应该会找得到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是没有了 不过他说 但是我想我最好再检查一次 那么他说 他的全文是这个意思 他就说 I figure if you had it we will have found it 4 years ago when we first looked but though I would beg matter check again 好 这就要说明了什么 2019年的9月25号的四年前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2015年 2015年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刚刚有人在北美的一个论坛上面 讨论蔡英文的论文可能是假的 然后话传到我在一电视的摄影棚 那个时候我就听说了这么一件事 但是爆料的人什么也没讲清楚 那这个案子呢 这件事情就听说在论坛中很快的就被一个姓林的海外的台湾人要求大家不要谈这个 谈这个对选举没有任何的帮助 于是这话题很快的就销声匿迹 从这边我证实了没有错 2015年就有人曾经提出这个话题 但是因为没有追下去 直到2019年林环强教授身体力行的去做田野调查 去做深度访谈 才把这个案子给揭发 好那么第二件事情 他就说 他说中总府办公室已经答应要给我们一份电子党的副本 我们就交给老天吧 来什么意思呢 他这边写的是说 The President's Office 当然讲的是台湾的蔡英文 The President's Office has promised 就已经答应我们 As promised us a digital copy 是这 essere的 没有法院的吧 重点设定的 有些人了 不 сим意 stility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 今天就做工具 是很学习的 宣传的 因为有很多学通常的 还有国内容的 叫Dan O'Connor 这个O'Connor很有趣 他就是一个好管闲事 突然没事写了封信给林环强教授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 Marcus Cerny讲了什么 好他就说他发了一封信 给谁呢 给这些相关的 包括了英国的伦敦大学 伦敦政经学院在查询的人说 清菜英文的媒体呢 新闻报道大量的用了 大英图书馆的一些 电子论文的线上服务 跟我们有关一些蔡英文的新闻报道 就正式把这个原本是学术的查询 带进了公共关系的领域 这个时候这个人叫做Dan O'Connor 就跳进来了 再来呢 好 这Dan O'Connor呢 跳进来之后 他做了一个动作 他其实在这个之前 他在2019年的6月14号 他就曾经做过了一个动作 他找了半天找不到之后 他才在9月25号 向英国的大英图书馆 发了那封求救信 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 所以这个Dan O'Connor呢 事实上在2019年的6月14号 因为那时候林怀疆教授 已经在跟他询问了 所以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就这一篇论文 跟伦敦大学进行了通信 而且做了广泛的检查 但是总图书馆目前 没有办法找到这本书 他说呢 We have been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bout the thesis and extensive checks 做了一个广泛的查 这个查询 have been made but sending houses are presently unable to find their copy 就找不到 好 接下来这个就有趣了 接下来正式把这件事情带入一个公关领域呢 是英国大英图书馆的馆长 叫做Rolly Kinney Rolly Kinney 他这果然是可以当馆长的人吗 肯定是要这个win-win situation 要政治手腕 他在2022年 你看延烧了三年后 2022年的7月12号 才亲自做了一次内部的检查 所以各位想想看啊 大家大规模的去轰炸 问他们提出问题 whatever.com有没有用 有人说这样会打草惊蛇 可是我坦白讲 蛇如果不打草惊蛇的话 那蛇只会越来越多 就会变成蛇属一窝 所以因为大家用各种方法去查询 所以大英图书馆意识到 这件事情是 必须要面对 没有办法放在布袋里了 要面对了 所以Rolly Kinney 在Kitting 在2022年的7月12号 就是一年前才开始做了一次检查 好 最后呢 他还进一步要了解 为什么图书馆可以在没有论文 放在书架上的情况之下 偷渡这个电子的条目 条目的意思只是 是一个连结哦 这个连结大家还记得吗 在点进去的时候是空的 直到2019年 蔡英文利用的这个国图塞进去的电子档之后 才让大英图书馆呢 他的连结啊 可以看到内容 再来 他呢就开始这个 英国大英图书馆的馆长 就开始把这件事情 想办法导向是一个集团式的阴谋 所以开始抹红我们呢 应该是来自于大英图书馆的馆长 所以将来咱们会找他算账 这个Raleigh Kinney在2022年 集体式的或者是正式的 透过高层来抹红我们 他说什么 他说我注意到蔡英文的 在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机构就是讲伦敦政经学院 并没有发布他的论文 在2015年开始 台湾产生了一个集团式的运动 质疑他的有效性 数百个网页跟网路上的这个论坛 在讨论这件事情 伦敦政经学院在2015年发布了这篇论文 把这个论文收录在ethers 好这篇论文遭到了许多人的指控 所以他谈的是 2015年 蔡英文企图把他的这本所谓 this is a book 要偷渡进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件事情 后来当然这本论文是没有成功 所以才会到2019年才把实体的所谓的 他认为的论文 但事实上被证明不是 放到了妇女图书馆 好接下来 这个Rally Kinney又开始对伦敦政经学院 伦敦大学跟英国的咨询办公室 以及许许多多要查询这些信息的网友 开始抹红 他说你们这样的一个虚假讯息 集团式的行为会对我们大英图书馆造成不可负担的一个 超过比利式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所以会扰乱大英图书馆的服务 这不符合公共利益 用这个方式来打脸所有查询的人 但这样讲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最后怎么办呢 那你到底你的论文在哪里吗 那你告诉我不就结了吗 那大家就不用查了吗 这个阴谋式的遗失说是哪来的呢 2020年的6月11号 英国咨询特任官办公室 正式采信了英国伦敦大学的说法 当然这个时候伦敦大学跟伦敦政经学院 已经合为一体了 他们已经公开的联手对外 2020年的11月6月11号 2020年6月11号 英国的资讯特任官办公室 开始在他们的裁定当中说到 伦敦大学图书馆的保存的 原始的蔡英文的论文 在20世纪80年代到 2010年代的某个时候 missing或者是missallocation 错放了或者丢了 你看他心虚到不敢讲 1980年代的某一天到2010年的某一年 搞丢了 好 他说还解释一下 他说这个是因为图书馆在这段时间呢 发生了很多结构性的变化 那我就要说啦 全图书馆怎么可能只掉一本论文吗 其他都没有掉啊 这第一个哦 第二个掉了掉了这个纸板 还有那个microphone嘛 就是微胶卷嘛 怎么也掉了呢 好了这两个都掉了 那请问你 那为什么他的入管的这个car catalog 叫做目录卡 怎么也掉了呢 好 目录卡也不小心掉了 那请问你 电子档案当中的电子资料 叫做metadata 怎么也掉了呢 好 你也掉了 根据英国的就业规定呢 伦敦大学说 你必须备份三份 一个放在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 一个放在校园的总图书馆 伦敦大学的就是Sandy House Library 另外一份要放在IALS 就是高等法律研究院 也就是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那为什么三份都掉了呢 这简直就是要把捷克找出来 这太神奇了 没有人能够解释 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 很简单 马上被英国行政法院的法官Oliver 马上就打脸了 他说 我们认为当初提供有关于论文丢失 或错误格式的解释 这可能不是正确的 因为没有原始论文的目录 或者是连microphone都没有 这讲到重点了 输掉了 那么这个围胶卷应该还在吧 那要不然就是他的进入卡的这个卡的编号 因为当时早年没有没有电脑 所以他们都有个car catalog 是一个卡 怎么也不见了呢 所以他认为这不对 但是Oliver法官他给蔡英文面子 他说我们并没有再质疑你的学位 学位的部分伦敦大学去认定 我们没有质疑 伦敦大学收了算 但是我们认为 论文掉了这个事情恐怕是不对的 好那没事 这个时候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去谈到这本论文后来补进去在2015年 好在2019年才又堵入了这一个所谓的纸本 进到了妇女图书馆 所以那时候林环强教授还有还有薛永泰博士都去看了吗 那这个东西的分类啊这个分类很好笑 这个publisherpublisher竟然是台北 还有producernotidentify 就是说出版商在台北 这个生产者还没确定 就这么论文是谁主人未定好这有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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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封邮件很好玩 Wilson开始动公关的手段 Wilson他的全名叫做Cliff Wilson 他是伦敦政经学院的 Library Inquiry Manager Cliff Wilson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话 他说 这很清楚的表明 这个时间是2019年的时候 2019年6月28号 因为蔡同学已经把他的那一个 那个假的那个床头的 这个就是传真的那个东西呢 送到了妇女图书馆 所以这一个inquiry manager Library Inquiry Manager呢 他就说了 他说很清楚的表明 这是一份copy 而且是蔡英文提供的 因此如果有必要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否认 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学校的 这个英文叫做 This make it clear 这个很清楚 It's a copy and was presented to us by her 好 这是一个副本 是由他由蔡英文提供给我们的 来 这句话非常重要 So this gives some deniability on our part if necessary 我再讲一遍 So this gives some deniability on our part if necessary 因为很重要 再讲一遍 So this gives some deniability on our part if necessary 翻成中文就是说 所以我们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次的否认 deniability 就是deny的这个字 就可以否认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否认 就是我们可以不要背书的意思 够清楚了吧 好 接下来 他又讲了一些政治的话 他说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仍然感觉到 有一个总统是我们伦敦政医学校友 我们仍然感到自豪 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一些荣誉 他说日期显示这本书是2019年 他说这是那一本所谓的论文制作的时间 最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所以再一次强调 我们不要声称这是实际的论文 好 英文是怎么写的 他说by saying it was presented again and addressing her as a president it shows we are proud and still claiming brawny points for her as an LSE alumni 这里开始去说 他也是我们的校友 我们还是感到自豪 虽然他假的论文送进来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提醒大家 他说the date shows as 2019 这一本度进来的所谓论文 上面写着是2019年 后面一句话是重点 because that is when the company the copy was made 这本书是2019年做出来的 英文叫做because that is when the copy was made 再讲一遍很重要 because that is when the copy was made 非常重要 后面一句更重要 他说so again not claiming it is the actual thesis 英文很重要 讲三遍 so again not claiming it is the actual thesis 要再讲一遍 so again not claiming it is the actual thesis 翻成中文就是 所以再次强调 不要声称这是实际的论文 很重要中文再讲一遍 所以不要声称这是实际的论文 而且他说我们再次强调 不要声称这是实际的论文 这样子不就是很清楚了吗 他们在撇清了吗 最后这个inquiry manager 他再讲了一句话 to me that sounds like a win-win for us and for her team 开始讲政治话了 这对我而言这似乎是 对我们还有对蔡英文来讲 都是双赢的局面 这实际上事实只有一个吗 有什么好双赢的呢 有就有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 对不对 有的话那才是双赢吗 对不对 他做了一番的解释 拐弯抹角 然后说to me it sounds like a win-win for us and for her team 这就很清楚了吗 对不对 接下来还有一段 接二连三的一些话 就在说什么 他说这个论文 在台湾还有很多争议 那么蔡总统已经通过了 台湾的国家图书馆 提供了他线上的论文 所以这个人呢 这个Wilson呢就问说 那他就问大英图书馆 说那是不是我们意味着 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论文 但是有一位同事 跟我发布了以下的内容 好了 2019年9月25号 这个Wilson问了大英图书馆说 蔡英文在台湾图书馆 已经提供了电子档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 结果呢 这一个同事提醒了Wilson说 既然他显示了DSC 就是Digital Signature 的这一个编号 那么您是否可以拥有原始副本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DSC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原始的副本了 这是根据图书馆的馆藏规定了 好 这个时候 事情越闹越大 伦敦政经学院的公关经理就跳进来了 2019年的10月2号 好 这个时间上面当然有前前后后了 我们刚刚有跳到2022的又跳回来2019的 那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公关团队的介入 2019年的10月2号 LSE的法务经理Campaign Hans这个时候进来了 好 他说呢 他说他收到了一些信 有人开始查咯 就说 在英国端收到的论文跟在台湾中央图书馆是不一样的 你们有这方面的对话吗 好 这时候呢 这个Dan O'Connor就说 这个我不知道 哈 但是呢 我们跟蔡英文的办公室有联络 我们很清楚 他们有传真进来给我们有关于他的论文的所有内容 这个就有趣了哈 他说 他说哈 呃 You will see below that academic from Taipei who had approached me about President Tsai's thesis 台北有人呢 就是联络我有关于蔡英文的这个论文嘛 他就问说 哎 你没有 你没有这个实体的论文 你怎么可以有这个所谓DNC的编号 结果 好 这Dan O'Connor就回应了 他说 I don't know This is a question for her or her office 他说这是他家的事 This is a question for her office 这是蔡英文的办公室应该回答的问题 We were clear that 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是很清楚 We had a facts of her copy of the thesis 我们有的就是他传真过来的 那一份 至于没有原始的版本 为什么可以有这个DNC 那你去问他 他说 This is a question for her office 他就这么说了 那么接下来 很有趣的一句话 就在这里了 他说 这中文是说 我认为我们从他的办公室收到的副本当中有一些缺失的页面 无论如何 我认为这两份副本都不是1984年提交的最终论文 这始终是他2019年的个人副本 他这边提到two copies 这证明什么 前面他们给的那一份 就是林环强跟徐永泰博士看到的那一份 就什么漏页啊 跳页啊 后来他们又补了内容 所以他说 这两份two copies 他在这边讲到 他说 我认为这两份都不是1984年所提交的最终论文 这始终是他2019年的个人版本 好了 我说这一个是O'Connor 还有这个 凯文汉斯这两个人的对话 所以我说凯文汉斯要成为我的被告吗 你逃吗 你逃到哪里去吗 你早晚会被我告到吗 这句话非常重要注意听 anyway I don't think either copy is a final thesis submitted in 1984 不管是先面送这一份后面送这一份 他都不是1984年的论文 张永慧听好了哈 英国伦敦大学已经确认这不是论文 这不是论文 那请问你 你确认什么论文存在 你梦到的吗 我跟你讲哈 我给你现实哈 你出来道歉 出来开记者会 我不管你是利用 这个台北地方法院也好 司法院的这个公关事也好 或你自己出来道歉 脸书上发都可以 否则我一定告到你天荒地老 来 他说 anyway I don't think either copy is a final thesis submitted in 1984 It was always her personal copy from 2019 这个总的来 就是他2019年自己的版本 这样还没完 他们的心虚还没结束 来 注意看看 大英图书馆在2019年的6月27号 就曾经发现这个问题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 这个 Thesis Online上面办公室 发了一封 他们的论文 线上的单位 发了一封论文 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建议 就是大英图书馆 应该是说 British Library 大英图书馆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给LSE的论文线上的收藏单位 他把这个名字给隐匿了 可能有各自的问题 我不知道 他建议什么 他说 建议删除这一篇论文 从ethers 从电子档中删除 他还补了一句话说 如果你希望我们从ethers中删除整个记录 请告诉我们 因为 由于伦敦政经学院的背书 英国的British Library 才可以收藏ethers的电子档 伦敦大学 伦敦政经学院的背书 是因为他们根据台湾国立图书馆 已经帮他们馆藏了 所以用这个理由 就把它收录到了 英国伦敦大学的电子档案中 那么用这个电子档案去告诉 大英图书馆说 那你可以收了 可是大英图书馆发现之后 就告诉了伦敦大学说 哎 你要我们下架删除 你告诉我 他他长得非常清楚 他的英文是这样写的 他说 Curiously or maybe not so curiously The British Library send an email 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sis online on June 27th 2019 我刚讲的就是说 麦克瑞克森这么说的 什么东西呢 他说 Please will you let me know If you wish us to remove the entire record from the ethos 请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希望我们把这篇论文的电子档 从ethos上面整个把它移除 我再念一遍 因为很重要 这个是英国大英图书馆写给伦敦大学的图书馆说 Please will you let me know If you wish us to remove the entire record from ethos 再念一遍很重要 Please will you let me know If you wish us to remove the entire record from ethos 很清楚了 就是板凳钉钉了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我想从头到尾已经揭露了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 他们作弊的心证 还有一些细节慢慢谈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呢 我个人认为 我们当初认为说 蔡英文已经买通了英国的政界 包括美国都暂时护航她 我觉得她可能没那么厉害 因为显然法院她很难打得进去 或者是她现在正在努力打进去 所以我才在这边告诉立法委员说 身为监督我们预算的立法委员 你们怎么不去盯住这件事情呢 我为什么一直点名陈以信 因为你是伦敦大学的博士 你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 在两边协调了解事情的真相 可是我完全不指望你 而且我也不希望你做这事 因为你四年来不发抑郁 等你开口你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接下来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我们要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话 是在诗篇37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大卫的诗篇说 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那行不义的人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绿色的嫩草快要枯干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明天见 MING PAO TONG 希望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